你就是不要在101給你買個廣告版 千萬不! 我跟你講你要做這種事情 真的是要先問清楚欸 沒有!我沒有要生! 靠妹喔!我沒有要生! 生小孩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 但是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切都才剛開始啊 屬性這樣人氣 真的好像其實這一步來臨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哇!這是頭痛的開始 因為你知道我媽超好笑 就我想說我要低調一點 但是本身就是那天有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裝死你知道 我就完全沒有在我家的群組 或者是我們家任何人的LINE 有講這件事情 我姐直接貼新聞給我看 我印象超成客的是 雅虎奇摸新聞 我傻眼她說 哇!恭喜你欸! 然後我就 怎麼是雅虎奇摸新聞 我就說謝謝謝謝 然後我姐就說媽媽也知道囉!這樣子 我姐就很開心 然後就說我媽也知道了這樣 欸!很可怕欸 因為以前我們家在聊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不會特別提什麼要求 然後結果那天 反正因為我媽也都知道了嘛 所以我們就有在家裡的那個 就是聊天這樣子 然後我媽就直接問我說 那我可以請牧師來幫你們鑑婚嗎? 然後 媽!我們都還沒有 這個步驟好像有點跳太快了 我們就是還有很多事情還沒有討論欸 我媽就是異常的興奮 然後我就想說 幹!有必要嗎?有必要嗎? 結婚後還會常開嗎? 還會開啊!還會開!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跟結婚沒什麼關係 我的事業跟我結婚是無關的 因為我後來就是還去銀行辦事情 就弄公司的事情 然後因為那間銀行本來就知道我是誰這樣子 然後我就一進去然後他們就說 胡小姐!恭喜你! 然後我就 蛤? 我們也有看到新聞!胡小姐! 然後我在那邊 我想說我只是一個大素顏 你知道我就去銀行辦事 因為年底嘛 就是公司要處理的那種事務都蠻多的 所以我就想說去辦個事情 然後什麼? 然後說胡小姐恭喜你!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 那你們明年有要辦嗎?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 我說沒有啦! 我們還在我們還在巧 因為就是還是有一些 例如說日後日子該怎麼過啊還是什麼之類的 他說是喔!那你會退休嗎?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不會退休! 幹連銀行都很擔心我會不會退休欸 是怎樣? 喔!我知道了! 因為我的收入都放在銀行裡面嘛 所以銀行的人自然會擔心我要不要退休囉! 新聞都冒筒了兩億 笑死了!我也有看到 阿航的祝福! 感謝阿航! 還有基隆東的祝福我也收到了!感謝! 恐神說人氣比較刺激你怎麼看? 有種過年基隆東家聚會啊 我還跟基隆東講說 欸太好了!這下我應該也可以加入你們的聚會吧! 因為他們之前的聚會都是那種 限定家庭式 就是另外一半啊! 然後可能有生小孩啊! 然後帶去基隆東他們家聚會 然後他們過年或是逢年過節 然後可能會在他們家聚餐 然後聊天什麼 然後以前我都不能去欸!他媽的! 因為我就是一個人單身 然後很尷尬 然後也沒有共同的話題什麼的 我說幹今年我可以去了吧 先問去哪肚蜜蜜蜜 這件事情真的是 我覺得是踏入現實的開始 雖然說你可能之前也是有預想過之後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當你真的開始要去做一些決定的時候 你就覺得 幹!我現在真的要做這些決定了嗎? 譬如說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傳統的觀念 可能就是要住誰家啊或是什麼的 欸我們到底是要主要是要住哪裡?或是什麼的 就雖然說現在很開放都還是可以兩邊跑 我們其實就有溝通啦 就是說可以兩邊跑還是什麼之類 但是你還是會有一個主要的居住地嘛 啊那個主要居住地要寫在哪裡呢? 好多小細節都瞬間變得很可怕 因為你知道以前你都只是講講而已 啊啊講講這樣啊啊啊 開心你打嘴炮打嘴炮 然後就當你真正要去更改一些東西的時候 就覺得看頭好痛 呵呵呵 而且這也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旦開始就是面臨到這個課題的時候 發了網路上一堆很像是在唱衰的文章欸 不知道這是衝很小 欸不是唱衰我啦 可能會有突然出現一些什麼婚姻危機啊 然後什麼兩性相處啊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文章 什麼機會偷聽 還是就是那種 來自主客伯的祝福 結婚七年後的婚姻危機 該如何度過 幹你老實 我以為今天會戴戒指 沒有我不敢 我覺得還是低調點 抓緊時間照小孩 沒有沒有 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 就是像我比較沒有辦法 很彈性的說 好重了就生 因為我就是個人就是會 講比較多的類型 例如說好現在真的要生小孩 那家裡有這個空間嗎 然後就要做什麼改動 那如果沒有這個空間的話 那我是不是要先規劃出一個空間出來 那如果要規劃出一個空間出來 我是不是要先裝潢還是要怎樣 那如果這些東西都沒弄 我就 我就會比較偏想不想 求婚過程分享啊 我覺得還蠻貼心的 但是大家也可以 我覺得參考就好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適合的都不一樣 那如果你自己是對於這種事情 比較拿不定主意的人的話 我蠻建議你可以跟另外一半討論 因為像那個時候 約會君他就有事前先問我 他就問我說 我是想要辦個大的 還是隨意就好 然後其實我自己非常喜歡 有一部電影叫做 真愛每一天 然後它裡面的求婚的場景 就是非常自然 就是可能男主角就是 突然某一天 然後就覺得 好不行我要跟這個女生求婚 他們已經相處很久了 然後當然他就覺得 不行我得要跟他求婚這樣 然後於是他就跑回家 然後就在這個女生 可能還在睡覺啊 那種就是那種 還沒睡醒的那種狀態 然後就問說 你願意嫁給我嗎 什麼之類的 就是雖然說 好像不是像一般人一樣 那麼正式的求婚 但我就覺得那種場景很浪漫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說 我想要就是私人一點就好 我不想要很多 可能不是很熟的人 或什麼 而且我朋友本來就很少 所以我那個時候 其實就有跟他說 我就是想要小小的就好了 因為我就是也 就是我就不外向嘛 然後而且他也有稍微先問我 我喜歡怎麼樣的款式 就是婚戒的款式 還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雙方就是在某種程度上 還是是可以溝通的 就是也不是說 欸我要求婚 那我要百分之百保密 因為有的時候 你百分之百保密 你也不一定確定 這是對方想要的 所以他後來就是有決定 然後就是有 請我把那天空下來 其實有點明顯 還蠻可愛的 但我想說 他可能也沒辦法 因為他本來就很少 在跟我的朋友相處 所以他就還順便問了我說 看我要不要約我朋友 一起年末聚餐 所以我就大概就知道 他要幹嘛這樣子 我就想說 喔這樣子喔 但我也不會覺得不好啦 我就也是覺得蠻好的 因為我本來就 不是很喜歡驚喜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 反而對我來說是 很有心理準備 所以就帶著記期待 然後就 啊那 還是不要太期待好了 萬一沒有會很可怕 這樣的心情 當天當然還是有 順利進行嘛 所以大家才會看到 你就是不要在101 給你買個廣告版 千萬不 我跟你講 你要做這種事情 真的是他媽的 要先問清楚欸 如果我真的他媽的發現 你給我在101 給我買個廣告版 我真的是 不行欸 但是每一個人 個性都不一樣 所以可能有一些女生可以 但總之我不行 我買Google廣告要幹嘛 平常廠商買的Google廣告 還不夠多 我在網路看的我 還不夠多 是不是 真的比較好的地方是 真的是你要看另外一半 我自己覺得我在某些部分 例如說對於我要穿戴的東西 還蠻有自我意識的 就我不會你隨便給我一個什麼東西 我都說喔好啊都好 因為我對於我穿戴在我身上的東西 我蠻挑的 所以那個時候 婚戒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因為你不能先給對方看嘛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是有先溝通 就是我覺得有一個蠻聰明的做法 你們可以聽聽看 這也是建議 他就是先買一棵樹的 就是他把他的預算拆成兩棵 然後一個呢 就是他很求婚的時候用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當下的時候帶 然後呢 另外一個呢 就是為了防止 那一個單顆的太素 所以他就是 再讓我挑一顆搭配用的戒指 所以儀式用跟日常用的 那我日常用的呢 我就可以自己去選 所以等於是他求婚這個過程結束了之後呢 他就又帶我去戒指的櫃位這樣 然後再選了一個我日常戴的 那這樣子就比較不會有失誤發生 然後而且 如果你戴了之後發現 可能跟你當時量的尺寸 有一些誤差的話 你還可以直接去櫃位上修改那個戒尾 單身的我 好了我聽聽看 哎放在心裡嘛 總有一天用得到 拜託我都可以了 你們一定也可以的 想想看我之前過的那個日子 是什麼日子呀 一個月開台開 200個小時的女人 終於好像也跨出了人生心的一步 好不好 祝福大家 2023過去了 從現在開始 2024年 每個人都可以有美好的新的一天 新的一年好嗎 好了 那我們大家明年見 沙漾娜啦 新年快樂